嗨,大家好,我是瑞翔 不知道大家在新的一年 會不會寫一些想要達成的目標啊 或者是一定要做到什麼事情 還是對自己的一些要求 那我自己是每一年都會寫 所以今天就來透過這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對我自己2019年的規劃 還有目標 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你們的目標 那我分成了四個 我分成了學習還有財務跟生活習慣 然後最後一個是大範圍的目標 然後我會寫在手帳本上 這個是我自己2019年新買的 還是覺得很多東西是手寫比較有感覺 是之後才會留著的 所以思考了很久 我今年還是買了手帳本來記錄 那就跟大家分享第一個類別是學習 2018年的時候我剛從學校畢業 然後開始工作 那就發現說我自己念書的時間 比以前少很多很多 這樣下去就覺得不行 因為我覺得我的中文能力 有越來越退化的趨勢 然後日文也沒有在持續經經 所以就覺得2019年 我應該要設立一些實際的學習的目標 第一個是一年要看25本書 我自己是很喜歡買書 然後還愛到我在家裡買一個書櫃 就全部都在放書 我是看到喜歡的書 就會馬上買下來的那種人 可是自從有了手機 尤其是我開始做Youtube 要去刷留言啊那些 之後我就比較少把書本拿起來 所以今年給自己的一個新目標就是 希望我可以把手機放著 然後一年好好的看25本書 為了預防滑手機 我自己有做出一個小改變 就是在我的床頭櫃放了一本書 這樣子在滑手機之前 可能我就會先看到書 就不會忘記說喔我要去讀它這樣子 第二點是每天各花一個小時學日文 一個小時學英文 那日文我自己是想要用看日劇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日劇還是最貼近日常來講的話 或是看綜藝節目其實也可以 就差不多是45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接下來是財務部分 財務第一點我是寫我想要為自己花錢 因為我從以前就是一個不太會花錢的人 比較不會願意把錢花在自己身上吧 可能是比較會願意花在伴侶阿 或者是家人身上 那可能是因為以前很窮阿 還有就是賺錢來日本的 這段時間的那個經驗讓我有一個習慣 是我不太會願意把錢花在自己身上 就連文當都會說 感覺我是一個完全沒有物慾的人 就是像之前文當送我包包一樣 我包包寧願是用了五六年 用到它是完全破爛破掉 我才願意換新 就其實本來都覺得這是一個還不錯的習慣 但是到了2019年我就快要滿26歲了 總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我應該要願意為自己多花一些錢 不管是用可能比較好一點的東西 來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 或者是去參加一些課程去提升自己的素養 是希望今年自己可以有這樣子的改變 不然其實錢來生外之物 要是有一天真的遭遇不測了 那這些錢存著也用不到 所以我今年給自己一個很大的課題 是想要學會為自己用錢 用在好的地方上面 第二點是一個月給台灣的家裡一萬台幣 我之前有拍過那個孝親費的影片 算是我第一次認真的自己賺錢之後給孝親費吧 然後讓爸爸媽媽可能輕鬆一點 還有妹妹阿 就是也可以更輕鬆一點 然後或者是可以過比較好一些的生活 那希望之後 要是有辦法收入慢慢的提高往上升之後 那可能再加碼 現在是希望可以至少每個月可以穩定的送這個錢 就是也是我給自己一個很大的目標 那第三個是我想要存一百萬日元 一百萬聽起來可能很大 可是其實一百萬日元就是一個月好像 我算過要不加獎金 只要存八萬日元的話就存得到一百萬日元了 所以就想要好好的努力加油一下 畢竟之後人生還有很長 如果說之後啊考慮到很遠 要結婚還是要幹嘛的都要花很多錢 如果不從現在開始存的話就 覺得有點恐怖 2019年也是我來日本的第三年 那在第三年就差不多開始存錢 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轉機跟發展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生活習慣篇 第一個生活習慣是我希望可以早睡早起 這個早睡早起其實我去年就很想做了 可是就是 其實我本來都是每天早上六點準時會起床 因為以前參加學測啊指考 每天都很早起來念書 就養成了身體的習慣 那其實我大學四年都還是維持了這個習慣喔 可是真的是到最近的一年 我就越睡越晚 越睡越起不來 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是什麼 前陣子Elly來我家 她發現我睡覺的時候 會把門全部關緊 然後窗簾全部拉上 還會把窗外的鐵 就是我的窗戶外面有那個 嘎啦嘎啦嘎啦 那可以拉下來的鐵窗 我都會把它全部關起來 就是讓太陽光不要照進來 Elly就說 發現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早上太陽光照不進來的 所以就很容易睡過頭 就睡到中午 因為你的身體還沒有一個意思 是已經早上了 那她說有一些 好像日本媽媽很溫柔的叫小孩的方式 就是會把窗簾拉開 讓陽光這樣灑進來 小孩自己就會起床 那我覺得Elly跟我提的這個 就是好像馬上我就可以做到的改變 所以我希望2019年就從這個改變開始做起 就是先把窗外的那個鐵窗拉起來 讓陽光照進來可以自然的起床 第二個是定時吃三餐 因為我吃飯的習慣非常的不固定 就是有時候很長 五晚餐沒吃阿 或者是一天只吃午餐阿 就是很亂 因為我一忙起來我就會不吃飯 放假的時候 我在家裡撿影片的時候 我每天都是晚上十一二點才吃第一餐 因為文當回家了 她要吃晚餐 那我才會跟她一起吃 在那之前我就是一直剪片拍片 剪片拍片 然後完全不吃東西 就這樣子 從早上可能七八點起來 然後就一路到晚上十一二點 才吃第一餐 可是我吃完那一餐我又直接睡覺 所以就導致我那一陣子的胃非常的不舒服 長久這樣下來看 我怕我的身體真的會壞掉 所以希望2019年開始 我可以好好的定時吃三餐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有從超市買了很多食材 放在家裡的冰箱 希望可以更有力量讓我起來做菜 來好好的吃飯 第四個是姿勢を正しくしたい 因為我的姿勢其實不太好 就是我很容易駝背阿 還是坐姿不太好 就是會導致脊椎會有壓力 還是有時候看起來會不太好看 那也是一樣過了25大關 就希望自己的身體姿勢可以越來越漂亮 會讓別人覺得我是一個端庄的大人 這樣子的感覺 日本也是最講究這種姿勢的國家 所以我有從他們的書店訂了一本漂亮姿勢的書 之後我覺得不錯的話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五個是姿勢我想要去健身房 也是一樣超過25歲之後 就發現我自己的體能越來越低下 然後其實皮膚的狀況也變得慢慢的不是很好 那其實能夠改變這一切阿 就是好好去健身房健身 但是呢有鑒於我想說2月要回台灣過年 所以那健身房最快從3月開始吧 我有在這裡寫一個就是3月開始 從3月開始那希望我好好的做到 大家要監督我喔 那接下來就是比較大範圍的目標 大範圍的目標我分成兩個 一個是頻道的目標 一個是個人目標 那我就從頻道目標開始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我希望頻道可以突破20萬訂閱 雖然覺得有一點難阿 其實不是有一點我覺得還蠻難的 但是還是希望自己可以多加油多努力 那可以讓更多人來到我的小世界 好 那第二點是更用心製作影片 不是說我之前不用心喔 就是要多走出家裡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還蠻宅的人 希望可以更多呈現日本人的實際上的實衣住行給大家 不管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自己做菜阿還是日本人的衣服都穿怎樣 因為他們各個年齡層的穿衣方式都不一樣 其實還蠻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要怎麼做我還在想 但是希望在2019年我的頻道可以變成是一個更日本全方位的頻道 也希望可以滿足大家對日本的好奇阿 希望我可以好好做到 還有日文的教學影片我也想要多拍一點 從點閱率就可以看到其實大家好像並沒有很喜歡日文教學影片 但是日文教學還是我自己最想拍的 所以我還是會持續拍下去 好 接下來第三點是留言盡可能回覆 那如果有從以前就看我粉絲專頁或是Instagram的人可能會知道 我以前是每個留言都一定會回應的 可是現在就比較做不到是為什麼 因為留言的量太多 因為不只是YouTube頻道 還有Instagram的小盒子 還有Facebook的粉絲專頁的私訊 還有就是寄給我的信件 其實那個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比較難每個都回覆 那另外一點是 有一些可能比較批判性的留言 或者是在辱罵性的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跟別人吵架 鬥來鬥去的 那好像可是又覺得只有他不回 又對他不好意思 那其實我看到大家問我問題阿 我也會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我自己在2018年年底的時候 就做出一個改編是 我拍了熱獎湘談室這個系列子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系列子去回答很多人 問過我一樣的問題 那也希望可以幫助到其他人 那也希望之後我這個相談室可以繼續做下去 所以大家有問題的話都歡迎留言給我 或是email給我也可以喔 我就會從裡面挑問題來回答大家 但是每一個留言還是很難每一個都回覆到 那也希望沒有回覆的話 大家都不要太往心裡去 那我也是每一個都會按愛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代表我看過囉 我看過囉 因為大家也是花時間留言嘛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盡可能的回應給大家 所以我每個都會按愛心 接下來就是我個人的目標了 第一個目標是想要多回台灣幾次 那其實多回台灣幾次 就是為了爸媽跟妹妹吧 為了家人 因為爸爸年紀越來越大了 所以我想要盡可能的可以掌握 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然後可以多給家人一些東西 所以多回台灣幾次 算是我今年給自己一定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那第二個是想要去歐洲旅行 其實我沒有去過日本以外的國家 我還蠻想去其他國家的 就是但是我覺得自己可能目前缺乏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就是對於金錢的使用 就是由於剛才所說 我不太會願意把錢花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就會覺得我把錢花去旅遊 這樣好吧 這個是可能勇氣吧 我擔心語言不同還是發生危險 就是會去預想很多很害怕的因子 但是我最近覺得其實要是一直去擔心這些東西的話 我這一輩子可能就沒有辦法看到更美麗的景色 然後也沒有辦法去有更大的視野 所以我希望自己2019年可以跨出日本去別的國家看一看 第三個就是多交朋友將時間用在朋友的身上 因為我是一個很宅的人 其實也不太有朋友 我不太懂得怎麼和人相處跟友情經營 所以我的朋友其實並不是很多 但是我自從開始做YouTube之後 就有很多當YouTube的朋友們跟我一起相談煩惱啊 還是跟我一起去很多地方 我都會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也有在Instagram上面說 是2018年是我開始懂得要多多和朋友相處 然後要懂得考慮朋友的心情 因為我以前一直算是為了自己跟兒活的吧 為了自己留學加油 為了工作加油 然後為了在日本好好的生存下去加油 就一直是一個沒有旁人的狀態 但是現在比較穩定了之後 我的生活開始有旁人進來了 我也慢慢的掌握到跟旁人跟別人相處的一些技巧 那希望2018年我能夠更珍惜友情 然後好好的延續下去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奇怪的一個目標 可是對我來說我覺得是一個滿大的突破 就是終於從一個人的生活變成了群居生活吧 第四個是穿搭要多換一點造型 我想要Fashionを楽しむ 我發現早上只要一化妝就有勇気が出た 可以做好多事了 我可以來做這件事 我有力氣可以做事了 所以我覺得把自己畫得美美的 然後穿好看的衣服 是提振自己的精神 還有增加自信的一種方式 那也希望造型可以越來越百變吧 就是好好的享受自己在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我的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差不多是我2019年的目標影片 有點長啊 就希望大家不要建議 那也不知道大家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大家也有一些目標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那我們明年就是2020年東京奧運喔 我們一起來檢視一下我們的目標到底有沒有實現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都歡迎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在這裡 如果日常更新都會發在instagram上面 也歡迎大家去看喔 那 再一次祝大家有一個很好的初年 2019年 明年也要請問 掰掰 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また次の動画で 掰掰 ルーちゃん ルーちゃん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ー チャンネル登録以外の おすすめの動画は こちらでーす みんな見てねー